云南不少地方的松果已经成熟了 在双百县麻旺村 村民一早就把采摘的松果送到收购点 今年当地的松果产量高 老乡们趁着松果采收的一两个月 就能挣到不少钱 在村里的松子加工基地 装载机将松果运送到机器行 在北宫人们送到脱离机里分解 除了产出松子 被剥离的松果壳也能作为肥料来销售 给日经继续生了 现在开始加工松子 厂量可能日子在30等左右 加工出来的松果皮 口子变成肥脂头